衛福部21号邀请专家会议讨论 决议延后日前所宣布的 将在今年10月 推动公费流感疫苗 改为4架疫苗的政策 维持现行的3架疫苗 引发立委不满 立委王玉民指出 目前有3架药厂 不但能提供4架流感病毒 还有一架空间 至于衛福部为何政策转弯 才不过今年1月发生的事情 怎么会一场的 另外一场的会议 就是在昨天召开的 这个流感咨询委员会 可以推翻原来部长 你设定的方向跟目标 跟这一些专业 你之前也是找专家 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 需要专家学者的建议跟评估 但是我想说比较务实的做法 如果衛福部在 就是说针对到底这个是怎么评估的 可以比较详细跟我们说明 那我们可以会比较有充分的了解 有立委表示 卫福部应该把重点放在人民健康 因为4架疫苗包含两种A型 及两种B型病毒株 能全面提供6到7成保护力 比3架疫苗提供3到5成的保护力更好 可降低因拆错疫苗 导致感染流感并发重症的风险 重点在于就是疫苗的保护力 4架当然是比3架的好 这个是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 都做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对此 卫福部长陈时中强调 主要是考量安全性效益和世界潮流 并参考专家建议 而改变政策并没有政治力量干涉 所以还没有定案吗 部长 现在还没定案 它是一个我们重要的一个幕僚 它只是一个咨询参考吧 它的一个专业建议 我们会尊重它 但是并不是它就做政策的决定 陈时中表示 采购3架公费疫苗方向 是依照专家评估和建议 目前还没定案 至于4架疫苗 是否在民国111年上路 还需要卫福部与行政院核定 对于立委之一 卫福部表示 会再把专家会议讨论内容 公告上网 远之新闻 虎顺 乌溜台北市采访报导